她当年被封周杰伦最美前女友还迷倒众多男星,后来未婚先孕小诗荧光幕,如今32岁的她。 还记得这位当年红极一时时的女明星曾凯旋吗?出身模特儿的她当年因为演出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女配角一炮而红,随后更靠住一张清秀的脸蛋纵横抬陆阳岸。 今年32岁的她去年善婚后即淡出演艺圈,如今好久不见得她分享自己的婚后生活,据说。 拥有一张清秀仙女脸的岑凯旋被封为周杰伦最美前女友。 出身模特儿的她,不但拥有娇好的身材,那双无敌的修长美腿更是让凡人都看了好自卑。 出道后,她也常出现在许多男神级歌手的音乐录影带。像是……。 青润 три齐陋不见nya。 虚拥机芯歌王! 活不见到大膝旋火ance的女生。 笑出罗志祥的《高效》。 吴克群牵牵牵手的女主角也是她 还有JJ 李俊杰的《期待你的爱》 最后 更因演出周杰伦的电影《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的女配角情依》 不但与周杰伦谱出一段情 名气也跟住水长船高 不过 后来曾凯旋的影视作品就越来越少 除了一些广告和走秀 基本上没什么大胆向东 直到2013年12月 曾凯旋宣布与45岁的经纪公司老板陈关于闪婚 据台湾媒体爆料 比他大16岁的老公在艺术圈颇有名气 最新收藏艺术品 在东区经营一郎 陈关于的客户包括多位上市公司老板及知名艺人 如张晓燕 林志玲 作家侯文勇等 至今收藏上千件亚洲当代画作 身家上一元 同时他也与好友蔡康永和开海滩娱乐经纪公司 联合著作你买这个做什么 蔡康永和买画的朋友们 看来曾凯旋嫁得不错 在国外生女之后 微博上除了晒晒自拍 就是晒晒女儿和贵妇生活 如今好久不见的曾凯旋 近日接受杂志专访 前年在脸书宣布善婚的她表示 凤女成婚是我做过最叛逆的事 据说当年怀孕未满30岁的她 为了告诉妈妈还多次杀盘推演 直到最后还是趁吃饭时若无其事脱口 我怀孕了 结果她妈妈却戏剧性妙回 我就知道露出满足神情 据说曾凯旋的怀孕过程很辛苦 前三个月时不但被逼的天天卧床果住吃饱睡睡饱吃的生活 六个月时不小心患上流感却无法吃药 甚至还得在肚子上装注重的药命的一期测量宝宝 不小心跳 因此最后成功顺善时 她当下第一个想法竟然是我可以去睡觉了吗 尽管小孩学会的第一个声音是爸爸让她有点吃醋的说 这也没有办法 不过时时刻刻都跟女儿溢在一起的曾凯旋表示 我承诺过自己 女儿三岁前要全力陪她长大 因为这三年是她安全感建立的黄金期 现在她可以很洒脱地送我去上班 所以最近我才开始接工作 她说 人生最重要的是家庭 朋友可能会变 工作可能会换 但家人想换也换不了 所以要好好经营 所以她坚持全家人一起吃晚餐 我从小的记忆 和家人同桌吃饭 是很愉快的回忆 当年辞去女星身份 专心在家全职雇女儿的曾凯旋笑说很值得 遵循严厉去不责备的教育原则 让她的女儿很懂得看脸色 只要曾凯旋微笑说不可以 女儿就不会有第二句话 曾凯旋说 从她baby的时候 我就会跟她讲道理 即使她听不懂 但一再重复传达后 女儿慢慢学会用心平气和的方式沟通 把她当一个成熟的大人对待 她也会用成熟的方法来回应你 另外 结婚初期就被女儿插花的曾凯旋也大方分享与老公维系感情的方式 她说他们每个几个月小俩口就会一起出国度假 她说 带小孩是蛮劳心劳力的一件事 如果有人可以托付 爸妈应该出门放松一下 回来后会有一种充电的感觉 最后当她被问到人生的重要排序时 她表示刚生产完的时候她觉得是女儿 老公跟自己 不过现在的她将手药换成自己 女儿跟老公平行 因为当妈妈如果自己不快乐 每天臭住脸拖的 猪饭 家庭就会不快乐 所以现阶段的我 觉得自己快乐最重要 看到曾凯旋生活如此幸福美满就让人好羡慕 快把她的境况分享出去 让大家一起祝福她吧 感谢观看 ** **